呵呵呵 現在 去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今天是2023年4月5日 讓這款雲上大陸 這是一款二次元休閒奇幻放置遊戲 於4月4日上午9點正式上線 在這個遙遠星系的雲上大陸 玩家將扮演一名冒險者 加入冒險者公會與智慧高超的矮人組 身手敏捷的精靈組一起並肩作戰 體育邪惡龍組和強大獸人組的入侵 通過歐斯勇者競技場層層選拔 雲浮幼龍收服做起完成勇者試煉 成為雲上大陸的守護者守護雲上大陸和平 遊戲檔案只有160MB 並不大 人物3D模組還可以 沒關的BOSS也有做出差異性 沒有重複性的感覺 玩法上是與夥伴組隊在地圖上繞圈放置打怪 開局可以選擇男生閃光劍士 或是女生模擬法師 部分戰鬥是可以手動移動角色進行微操 接著就是我試玩的遊戲幻滅與體驗 好的 來吧 這款的名稱叫做雲上大陸 應該也是放置掛機吧 有3D是不是 哇 角色有點瘦耶 瘦瘦 瘦瘦的 還有劍士跟魔靈法師 來吧 遊戲是4月4號正式上線 4月4號是兒童節啊 大家還記得以前小學的時候拿什麼兒童節禮物嗎 我們家小朋友經典拿的是那個 疊杯子的那個 童術 我幫他叫什麼 怎麼專有名詞啊 台灣常常小朋友都會拿冠軍啊 過金獅世界紀錄的 哦 是這種在地圖上走來走去的掛機有 有點大聲 我們小心一點 然後一個小五人拿的是書包 拿了一個背包吧 有一個龍 不過被我們秒殺了 我記得我小學拿的是那個 鉛筆盒吧 那一種就是打開之後它會有那種 雙層展開的那種鉛筆盒 都是那種現場送的啊 現場都會 從小就拉票有沒有 長大之後它又落選了 我只記得那個吧 之前那個小朋友還有拿過那個睡枕 就充氣的 它可以折疊成一個小包包吧 然後你可以把它展開然後充氣 然後就可以睡覺這樣 午休時間就可以拿來當睡枕 不過那個睡枕 我問了一下很臭 我就說這個不好 那個味道可能有毒 覺得很臭 像他們那個玩具啊 我看到現在製造的產地都是中國啊 也沒有說不好 就是有些東西它品質沒那麼好 畢竟都是那種廠商競標嘛 越便宜越好 好這種掛機 在地圖上 組隊然後繞圈圈然後打過來 還可以啊 這種掛機也是可以的 我本來又是那種左右護裝那種 那種最近玩的有點煩 玩太多了 所以這款我剛剛還沒有下載的時候 我在想說要不要來玩玩看 怕又是哪一種類型的 這一種就是3D的 然後可以繞圈圈的 然後檔案其實也不大 才160NB而已 二次元 但是是中配 我們可以移動 我們可以移動耶 它有點MMO的味道 MMO可以移動這樣 穿裝備 這種你最常可能玩到的是仙霞類型吧 有一些那種仙霞類型喜歡做成這樣子 就做著那個 搭乘那個飛劍 劍仙有沒有 它腳下要踩那個飛劍然後飛來飛去 然後在地圖上繞圈圈也是打怪 然後那個畫面都很很 都是那種金光閃閃的 這款也有一點啊 有一點 光能介面有點多 哇我現在時間比較晚 今天比較晚錄遊戲 不知道什麼類類的 最近好像越來越倦大耶 哇真的很無腦啊 我就一直點就好 什麼都不管 然後紅包拼命領 可以領紅包有沒有 拿鑽石 怎麼那麼多啊 做起出來了一個小雞 二次元好像常常都是路行鳥 不然就是小雞啊 好我們現在後面有一個夥伴跟著我們 來做起也是戰力的來源 你知道為什麼我最近那麼累喔 我最近玩兩款遊戲嘛 一個是平常都有在玩KOF 那一款就日常而已啊 日常不累 不是不累就是習慣了 也是要日常一兩個小時 我最近在玩那個模擬召喚 你們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的上一部是模擬召喚 那我已經玩三個禮拜了 喔有夠濃的 在那邊濃裝備 怎麼濃你要挖礦 要拿各種素材 找各種 打各種素材 就你只是要強化一個裝備 做裝備這樣 就花好幾個小時 可能就會花一個小時 然後只加一點點戰力這樣 就很濃啊 非常濃的一個遊戲 農夫的農 農民的農 一點都不放置 一點都不掛機 韓國遊戲就這樣 韓國MMMode就這樣 不濃的話 你戰力就拉不起來啊 拉不起來你以後 副本就打不了 會被踢 畢竟大家都很現實啊 進來看到你戰力太弱 踢 角色不對 踢 因為你會雷別人啊 人家不想被你雷 好像這種放置單機 也不能說單機吧 他有聊天室啊 有一些聊天室 不過這都是系統吧 系統自己說的 還在放假啊 今天新聞都是說塞車嘛 不然就是說出車禍啊 哪邊哪邊整個擁堵啊 塞車啊 然後不然就是說停車場收費 怎樣被坑啊 我看了一下今天新聞 大概都這樣 然後最近 看了那些運動比賽 籃球比賽 籃球比賽 支持的球隊都輸 不管我支持誰 支持的那邊就是輸 不會影響心情啊 反正只是 雲 雲觀眾而已 雲粉絲 又沒有去球場看人家比賽 只是看一下YouTube而已 喔 超級忙的啊 這遊戲 Boss好像不太一樣 火紅飛龍 出來一次就沒了 我怕之後會不會重複 第九關幹掉 這個工程師就是一條龍啊 寫這個主線任務引導一條龍 你點了 然後就點這個 這工程師也要寫好 不然會出bug 這個是刷什麼啦 刷金幣的喔 巨龍寶藏 刷金幣的 好 超忙 超殺時間 你現在這種遊戲躺上層上 我會不會睡著啊 玩了十分鐘吧 八分鐘 手衝出來了 八九分鐘 手衝出來了 他好像 模組好像 是不是有輪替啊 這隻紅龍 剛剛有出現過嗎 我們剛剛是肥龍 在之前的我沒有記 把這些廢物裝備給熔練 把這些廢物裝備給熔練 因為他好像給的東西很多喔 可以抽卡是不是 放碎片 喔 放碎片激活 然後就可以加戰力 藏品 好 我已經超過全服77%的玩家了 我好強啊 對不對 對啊 這boss好像不太一樣耶 這遊戲還算有心啊 沒有一直重複 至少他有做出不一樣的boss 雖然都是秒殺 玩了十分鐘超過全服77%的玩家 這個伺服器到底 多沒人玩啊 這種遊戲台服有機會出耶 蠻無腦 蠻輕鬆的啊 跟大家說哈囉 挑戰 好 這邊 累積魔力 刷魔力的 你看 機器人來了 哈哈 周卡太華上了 送這麼多鑽石 這不是我說的啊 他電腦 他自己自己說的 所以我說你看他那流天頻道 有說機器人在那邊發言 你只要看他有打鬥號句號 打得很正式 那有可能就是AI在那邊講話 就寫幾個那個 寫幾個對話讓他們自己在那邊講話 假裝好像很有人氣這樣 很熱鬧這樣 對啊 這個 boss不太一樣啊 真是惡魔 真紅惡魔 就不太一樣 太忙了 不知道要說什麼 現在天氣有點變熱了 每次清明過後 都開始變熱了 上禮拜還蠻冷的 還有一些 小小飄雨 台灣現在很容易缺水啊 台灣現在很容易缺水啊 如果再不下雨就完蛋了 開始變熱然後 水庫的水都會蒸發嘛 全世界的那個 好像以色列是不是 他們可以海水淡化是不是 中東那邊的國家 他們可能水資源比較缺乏 我們台灣並不是沒有水資源 可是那個 河川太陡峭 太短了 沒辦法把水流住 就只能建水庫嘛 是不是以色列他們有那個 海水淡化系統 我覺得那個淡化那種東西 會不會對環境也是不好的 哼 我之前看過一個新聞喔 他說那個 在沙漠中有那個太陽冷板 太陽冷板然後它就會產生電量嘛 然後就會去 裡面就會有一些機關風扇 然後就會把空氣中的水分給弄出來 弄成水 自水機啊 簡單說就是自水機啊 那問題是我就會想說 你在沙漠已經那麼乾燥了 那麼空氣都快沒水了 那你又在那邊自水 把空氣中的水給凝結 凝結成水這樣 所以它不用花電費嘛 因為它是電是太陽冷板嘛 它用那些電來轉換成那些 能量來把它轉成那個水 把空氣中的水變成 凝結起來 問題是沙漠很乾燥啊 對吧 那你這麼做的話 是不是對生態破壞更大 植物都快枯死了 動物都快渴死了 被你人類的水都搶走了 就可以在沙漠喝到那個純淨的水啊 那這樣沙漠會不會越來越嚴重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一開始看到那個科技 我覺得欸怎麼那麼厲害啊 對不對 它只是放在那邊 然後就會自己產生水 問題是水拿來的 水不就空氣來的 像我們房間 我房間濕度 隨時都是70% 80% 所以我 我這邊很容易發霉 牆壁很容易發霉 我牆壁已經插了 從我搬到這邊已經插了好幾次 三四四五次有吧 就很容易發霉 就要插它 然後重新油漆一下 好 台灣就潮濕嘛 那你空氣中 烏濕機打開可能幾個小時 它就有一堆水啦 對不對大家應該都 房間都會放除濕機吧 如果是住北部的話 就需要除濕機啊 那沙漠應該不用除濕吧 無無了思 除半天都沒有水 所以那個 那個 那個國家是不是很先進啊 他們那個海水蛋挖系統 因為那個 好像那個台灣外島的一些阿兵哥 就是那個什麼 南沙群島 就是在南海那邊 我們有個南沙群島嘛 那邊有那個海水蛋挖系統 他們也有做耶 不然他們拿來的水阿 在島上 很小阿 你不可能從台灣一直運水過去阿 對不對 所以那個 像我們那個金門馬祖 我不知道是不是金門阿 金門等可能喝的水都是大陸的水吧 是不是 用的電是大陸的電 我不知道耶 可能海底有電燃吧 海底電燃我們那個電應該輸過去 但是水不太可能吧 水可能就大陸了吧 我不知道喔 那我覺得可能是這樣吧 所以說金門忍可能就是 他就夾在中間阿 我們這邊要過四層是不是 所以金門忍應該不算台灣人嗎 我沒有認識金門忍 我沒有認識金門忍 以前當兵的時候 我好險也沒抽到外島 那叫金馬獎 馬祖跟金門 還好沒抽到 五分之一機率耶 真的真的 超超容易中的 就是五個人會中一個阿 那時候我們籤都直接先跟你講 就是 我們是那個士官訓 就是 你去受訓嘛 然後你是 就會下部隊之後你要當士官嘛 然後大概就一個班幾個人嘛 然後他就會分區阿 像我們是中部籤 就是中部籤可能有二十幾個人 要抽 然後他就明明明明明明白跟你說 有幾支籤 是外島籤 那我那時候機率大概是五分之一吧 然後那個隔壁的那個同梯的 他就在手上畫一個眼睛 我說你幹嘛畫眼睛 他說眼睛可以看到那個籤 我就心裡我心裡當然是不以為然嘛 但是我不會我不會說出來 我就說喔是這樣子喔 有這個習俗阿 就當兵的那個 迷信就是手上在畫一個眼睛 抽籤的時候 結果他抽的時候 我抽的時候我是 本島籤 就在台中當兵這樣 然後換他抽的時候他抽到那個外島籤 他的他的臉當場濾掉 你知道嗎真的很誇張 那個臉當場變臉 真的很誇張 他才剛問我講完這件事情 他去抽的時候 他去抽的時候 就抽到外島了 很容易中 但還好不是我 我實在是不想去 因為那個很不自由吧 你可能就幾個月放假回台灣一次 欸 不小心哈拉哈拉的十八分鐘欸 本來是打算玩個十二三分鐘 失敗 我失敗了 好啦我們就玩到這邊 我覺得這遊戲 OK 就整個畫風阿 玩法很忙阿 也是點擊嘛 放置 也不是那種左右互撞 是在地圖上繞圈圈 真的只有160MB喔 有點小懷疑阿 那我們就先玩到這邊好了 給大家參考一下 喜歡我的人 我會把遊戲的連結 放影片下方資訊欄位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